這個時候放蔥段 讓它更加濃郁 斌姊很喜歡吃豆腐 我很喜歡這樣吃 你知道日本豆腐很滑 這樣吃更加滑 很重點是豆腐 雞蛋,鹽,糖,生粉 還有鮑魚汁 豉油 就這麼簡單 我們先拿點水 先拿一點生粉 豆腐醃 這個醃水很重要 加少許糖 加少許鹽 加少許鹽 重點是鮑魚汁 蠔油 加少許豉油 加1斤豉油 先把醃水分好 第二步是用不黏鍋 加少許油 加少許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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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把雞蛋 這樣可以吃 小朋友大人都搶著 你知不知道我太太喜歡吃 家庭素 經濟又好吃 我們煮一煮 散開它 放些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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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加少許鹽 這樣才會帶出香味 蒜蓉 出了香味 先把蒜蓉放下去 看出香味 把蒜蓉放進去 慢慢加少許鹽 雞蛋 但蒜蓉也很美味 放些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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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些鑫 鑫 放些鑫 放些鑫 煮熟的醬汁 放入蔥段 令它更香 如果你很喜歡辣 可以放辣椒去炒 或者小米辣 出出出 家庭菜 又可以送飯 又對身體 特別過年 吃得大魚大肉多 當然是吃這些菜 你還想煮什麼 在下一個評論區告訴關姐 謝謝 訂閱